大家好,我是Will,欢迎来到X调查 今天我们来讲一起发生在日本香川县的悬案 今天故事的主人公名叫真锅和家 这年16岁,是一名高中一年级的学生 他的家位于日本的香川县 香川县是日本四国岛东北部赖湖内海沿岸的一个县 该县是本州岛进入四国岛的交通要道 有着四国门户之城 该县也是日本面积最小的县 在香川县的西部有一座城市叫做三丰市 16岁的何家就生活在这里 他的家庭成员中,除了有爸爸妈妈,还有一个姐姐 姐姐已经结婚了,平时不住在一起 只有偶尔在周末的时候会回家 何家就读的高中名为香川县利观音寺第一高中 这是他读高中的第一年 何家性格开朗与同学们相处融洽 他非常喜欢音乐,因此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 他最喜欢的乐团是XJapan 这是90年代末日本最火爆的五大男子摇滚乐团之一 他们的音乐才华深深地吸引着何家 他立志学好音乐 将来争取考进一所音乐学院 在加入吉他社会不久 何家就看中了一台键盘 他很想买下它 由于是学生没有那么多钱 于是何家就希望父亲可以帮他买 为了支持女儿的兴趣 何家的父亲表示他愿意出一半的钱 另外一半需要他自己想办法 为了攒钱买下的台键盘 何家就在附近的便利店找了一份收银员的兼职工作 他利用课余时间去店里打工 每周工作一到两次 我们来看一下地图 何家的家在这个位置 便利店的位置在家的西北方 两者相距1.3公里 便利店位于杰亚县Takuma站附近 由于地理位置优越 便利店的生意挺不错 何家有一个习惯 如果这天要上班 他不会在放学后直接从学校前往便利店 而是会先回家换一身衣服 再骑自行车或是步行前往便利店 从家里到便利店 骑车只需5分钟 步行需要20分钟 离得并不算远 就这样何家在便利店工作了两个月 一切都很正常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在他去便利店工作的最后一天 一场灾难降临到了他的身上 1997年的3月15日 这天是个星期六 一大早何家就出门前往了学校上课 这天虽然是周六 然而他还有半天的课需要上 到了中午12点的时候 何家上完了这天的课放学了 他原本的计划是在下午2点的时候 参加学校吉他社的社团活动 不过这天他改变的主意并没有参加 因为这天他的姐姐回家了 于是何家在下午2点的时候 在下午1点的时候就离开了学校 并在1点半的时候到达了家里 到家后何家就与多日不见的姐姐 还有外甥女玩了一会儿 一家人其乐融融融 不知什么时候冲上下起了小雨 再过没几个小时何家就需要去便利店打工 他必须在5点前赶到店里 他抬头看了眼时间 此时是下午3点 由于下雨 无论是骑自行车或是走路去见礼都不太方便 姐姐看出了何家的忧虑 对他说 别担心我开车送你去吧 于是他们立刻开车出发了 出门时何家穿着一件 唐老鸭和高飞的T恤 身上带了一个寻呼机 以及一些零钱 由于时间还早 现在只有3点 离5点还有2个小时 姐妹两个就去了市区的一家书店里逛了逛 然后在快到5点的时候 姐姐开车把何家送到了便利店 这天何家需要在便利店工作5个小时 工作时间是从傍晚5点到晚上10点 由于何家已经攒够了买键盘的钱 因此他决定之后不继续在便利店打工了 他已于先前几天提出了辞职 这天是他最后一天在便利店上班 姐姐把他送到便利店后就开车走了 时间来到了第二天的凌晨5点 何家的母亲从睡梦中醒来了 昨天晚上 何家的父亲原本是要去接何家下班的 然而父亲不小心睡着了 母亲是一名公司的财务 由于临近报税期需要赶工 因此昨天晚上 他独自在三楼房间里加班整理单据 由于工作太劳累了 他一倒头就睡着了 直到凌晨5点才醒来 醒来后的母亲走到家门口的玄关处 往地上看了看 然而他没有看到何家的鞋子 他感到很奇怪 心想难道女儿没有回家吗 接着他就上楼来到了何家的卧室里 果然 女儿没有回家 这时候母亲开始担心了起来 女儿一晚上没回家去了哪里呢 昨天是女儿最后一天打工 10点下班后 她就应该回家的 难道她又继续加班了吗 就这样等到了早晨8点 女儿还是没有回家 于是母亲就打电话去了便利店询问情况 便利店的同事表示 何家在昨晚10点的时候就下班了 母亲越想越奇怪 虽然说这天是星期天 学校不用上课 但是女儿从来没有发生过 在外过夜不回家的情况 何家与同学约好 在星期天早上一起去看电影 然而这天电影快开始了 何家还是没有出现 于是同学就向何家的寻护机 发送了两条消息 然而没有得到回电 到了上午10点 同学还是没有等到何家赴约 于是她就向何家的家里 打了一个电话 何家的母亲接起了电话 同学表示 上午约好与何家一起看电影的 不过她并没有来 给她的传呼机发信息也不回 所以她想问问何家在不在家 何家的母亲一听更着急了 觉得何家肯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因为现在已经10点了 即便何家昨晚没有回家 去了别的地方 现在无论如何也应该回来了 此时全家都出动 开始寻找她 他们给何家的寻护机 发了几十条消息 然而没有得到回复 他们还打电话给了学校 受伤的同学 然而没有人表示 在昨晚见过她 于是何家的家人们 向当地警方报警 寻求帮助 警方对当晚便利店的同事 进行了询问 根据他们的说法 何家当晚工作时 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 到了10点下班的时间 她就准时走了 从便利店的打卡记录上来看 何家打卡下班的时间 是在10点01分 一位同事表示 昨晚10点的时候 无外下着小雨 在10点下班之后 她看到何家 独自站在便利店 对面的一根电线杆旁 她没有撑伞 似乎是在等人 看上去那个人 很快就会来 谁也不会想到 那是她最后一次 见到何家了 在这之后 就再也没有人见过她了 从图片上来看 这里是何家 当晚被同事目击时 站着的位置 盖位置就在便利店 正对面的一根电线杆旁 这里是同事所在的位置 我们换个角度再来看一下 这里是便利店的位置 这里是同事当晚的位置 位于一个十字路口 这里是何家的位置 位于便利店的马路对面 两人相距不到50米 何家的家 在距离便利店1.3公里外 位于便利店的东南方向 接到报警后的第一天 警方就与何家的家人们 找遍了三丰市的山脉 河流 池塘 沼泽 河岸等大大小小的地方 然而没有任何发现 到了这天傍晚 一位目击者A先生 似乎有了发现 这位A先生年龄为63岁 他在香川县中田郡 经营着一家农用设备销售公司 他的家在一个私有森林中 这天傍晚6点10分 他在家附近的山林里巡逻 之所以会那么做 是因为这里经常会有 非法清造垃圾的人 这使得他感到很烦恼 因此他时不时的会在附近看看 这天他在一片杂草丛生的斜坡下 隐约看到了一个模特甲人 该地点位于一个高尔夫球场的东侧 在一条废弃的道路旁 A先生心想 又不知道是谁 把垃圾偷偷扔到了这里 由于这时太阳已经下山 天已经黑了 A先生就没有下去清理 到了第二天早上9点20分 A先生向警局报案 他向警方表示 在一个斜坡的下方 他看见了一个模特甲人 不知道是谁 乱扔在这里的 日本上世纪80年代 就开始严格实行垃圾分类 所有生活垃圾 都必须定时定点的丢弃 不过总有些人觉得麻烦 不按规定出牌 他们会把垃圾偷扔在山里 反正也没人发现 时间久了 山里的垃圾越来越多 破坏了环境 警方接到A先生的报警后 以为又是一起 非法清造垃圾的案件 因此起初他们并没有太重视 直到40分钟后 警方来到了A先生所说的位置 一看 这哪里是什么模特甲人 这分明就是一具女子的遗体 其上半身穿着一件白色T恤 下半身只有一只脚穿着白色袜子 见状后 警方立即封锁了现场进行勘察 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发现其他有用的线索 经分析推测 这里并不是第一现场 而是被人从别处运到这里后抛弃的 根据法医检验 被害者脖子上有一道深深的勒痕 是被人用现状物勒死 被害时间是在3月15日的午夜至凌晨 由于这起案件与何家失踪案 分属两个不同的警局负责 因此当时警方还没有确认他的身份 于是在发现遗体后的第二天 3月18日 警方在当地的报刊上发表了相关文章 来描述这起案件 何家的父亲看到报纸后 凭直觉认为这就是自己的女儿 于是就联系了警方 警方来到了何家的卧室 他们从书架上的CD盒上 提取到了数枚何家的指纹 经过比对 警方确定遇害人 就是失踪16岁的高瑜女生 曾锅何家 3月21日 这是案件发生后的第6天 调查人员在位于香山县的 昭日山森林公园的路旁 发现了一只黑色鞋子 尺寸为24公分 这是一只左脚鞋 后经证实这只鞋子属于何家 发现这只鞋子的昭日山森林公园 距离便利点约8公里 距离尸体发现的地点约18公里 昭日山森林公园 位于一座小山的山顶 这座小山的海拔为238米 案发是政治樱花祭 这里的樱花在当地很有名 这里漫山碧野都是盛开着的樱花 景色十分美丽 因此这里成为了当地的 一个著名的约会圣地 即便到了晚上 也会有情侣开车来这里兜风 途中所示的位置 就是发现何家左脚鞋子的位置 该位置的旁边是一个停车场 有目击者向警方报告 在3月16日凌晨1点到2点的时候 看到该停车场内 停着一辆可疑的白色丰田汽车 随后在3点到4点的时候 有另一名目击者看到一辆白色汽车 出现在昭日山森林公园的山下 正在驶离 当晚何家便利店的同事 在便利店的对面 看到何家在雨中站着 看起来很像是在等人 接着通过一些迹象推测 何家当天晚上 似乎是去了昭日山森林公园 何家在最后一天打工后 与朋友约好出去散心 这种情况是有可能的 那么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当天何家没有与任何人提起 会在下班后与人约会 另外何家当天穿着很普通 他只穿了一件 印有唐老鸭和高飞图案的T恤 身上连钱包都没有带 只是带了几个硬币 和一个巡护机 当时虽然是三月中旬 然而晚上的气温 还是有些低的 这是1997年三月 湘川县的气温参考数据 何家工作的那天 是三月十五日 从数据上来看 这天的最低气温 已经降至十摄氏度以下 在室外 只穿一件T恤的话 一定会很冷 因此从这几点来看 他又不太像 有什么约会的计划 发现鞋子的地点 位于昭日山森林公园 他距离便利点8公里 而尸体却在更远的18公里外 有一种推测认为 从鞋子以及目击者的证据推断 第一现场应该是在 发现鞋子的昭日山森林公园 之所以凶手会抛尸于 18公里外的树林里 是因为那个地方 曾经发生过多起野狗袭击的报告 即使是开着车 都会有野狗跳到引擎盖上 如果不是有目击者A先生 发现了他 那么再过上一个月 也许就什么都发现不了了 当年的一些细节 警方并没有披露太多 警方是否提取到了犯罪者的DNA 不得而知 不过从公布的证据上来看 当晚何家下班后的天空下着小雨 何家在便利店的对面的 电线杆旁站着等候 这点看起来 他确实是在等人 犯罪者清楚地知道何家下班的时间 并且熟知当地的几个地点 这很像是一起熟人作案 然而事件发生之后 当地警方就对何家所认识的人 都调查了一遍 经过逐一排查 后来都排除了他们的嫌疑 随着时间的过去 案件一直没有进展 此案成为了一桩未解悬案 警方悬赏100万日元 作为情报提供者的奖金 如今这起案件 已经过去了20多年了 警方后触动了超过6万人次的警力 调查了超过3万人 然而还是没能找出凶手 诡异的是 这起案件既像是熟人作案 又像是一起随机作案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 就是当晚开车接他的人 就是凶手 那么当天晚上 何家究竟在等谁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